你會有強的心,沒有恐慌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入選了人生一片清單的 是相隔了13年終於要推出續集的科幻電影《阿凡達 》 這個由金獎巨導James Cameron一手打造的IP 除了建構了一個輝紅龐大的世界觀 還將3D電影帶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最終的票房更高達28億美金 至今仍然是全球票房的冠軍 不只如此,電影裡面各種天馬行空的設定和每部深處的奇景 後來也在迪士尼的精心改造之下 成為了超受歡迎的主題園區潘朵拉、Pandora IP的魅力實在是五眼福界 《阿凡達》第一集的故事發生在2154年的未來 一位名叫做Jake Solly的前海軍陸戰隊員 來到了偏遠的潘朵拉星 代替過世的雙胞胎兄弟參與一個阿凡達計畫 使用意識、遠端遙控 結合了人類與當地原生物種《納美人的肉體容器》 也就是《阿凡達 》 藉以幫助人類採集潘朵拉星球上的珍貴資源 但捷克卻在過程中見證了人類的殘酷 最終決定加入納美人保衛家園的行列 為了要迎接續集《阿凡達 水之道》在年底上映 《二十世紀影業》即將在9月23日推出 《阿凡達的試效全新細緻昇華版本》 以4K HDR的頂尖技術 全面升級影音效果重返大螢幕 不過這次的重印絕對不只是重新上映這麼簡單 而是James Cameron精心策劃 採用了頂級技術大幅提升了畫質、幀數以及音效的全新製作 讓原本就已經十分震撼的《阿凡達 》更加令人嘆為觀止 不過阿凡達的世界觀十分龐大 因此我們今天將會解析系列裡的七大關鍵字 並且預測他們在續集中可能會扮演的角色 讓你能夠在進戲院欣賞4K重印版 或是年底續集的時候能夠更快進入狀況 相信也會更加愛上這個改寫電影史的神作 所以在等待第二集的時候 就快點到戲院去朝聖第一集的重印版吧! 人生一片清單是我們從看過數千部的電影中挑選出來 對我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與幫助 認為是一生必看的電影 如果你也想參與這個計畫的話 除了要把電影找來看之外 也請記得要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請我們聊更多的人生一片! 雖然《阿凡達 》這個詞是整個系列的名稱 但相信許多人如果光是看到中文譯名 可能還是無法理解它的意思 在虛擬世界裡 Avatar是使用者的數位化身 而在《印度神話》中則有天神降生的意思 在電影裡 Avatar則專指 人類為了要和當地原住民納美人互動 使用了生物科技 結合了人類與納美人的基因 打造出來的生物實體容器 不過這些Avatar並沒有意識 而是人類透過特殊的腦機介面 與遠端操控著肉體 因此如果意識和肉體的連結中斷的話 例如像是入睡時 Avatar就會陷入昏迷 而因為Avatar結合了人類與納美人的基因 和純種的納美人還是有少部分的差異如下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在重看時仔細觀察一下喔! Avatar的四肢像人類一樣 各有五個手指和腳趾 純種納美人則各有四個 但大腳趾和大拇指一樣是對身的 更適合攀爬 Avatar有眉毛 但納美人除了頭髮跟尾巴末端之外全身沒有毛髮 Avatar的肌肉較為結實 納美人的身材則更為纖細 Avatar的眼睛和人類類似 納美人的眼睛則大大的更像狐猴 Avatar的鼻梁較為高挺 納美人的鼻子卻有點像貓科動物 Avatar的辮子是從頭骨下方長出來的 納美人的則是從頭頂 但實際差異的原因不明 在第一集裡 原本是人類的男主角Jack Solley 透過了特殊的儀式 將意識完全轉移到了Avatar體內 也和女主角純種的納美人Natiri結為夫妻 而在第二集的預告中 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五官類似人類的納美小男孩 應該就是他們兩人所生的混血兒 而不知道續集裡會不會展現更多混血兒專屬的特徵呢? 潘朵拉Pandora是Avatar系列中的主要場景 是一顆位在半人馬座的虛構衛星 大約在一百年前被發現之後 就成為了地球人真相研究與探訪的對象 雖然潘朵拉心上的生命力旺盛 但不管是大氣的組成或是各種兇猛的動植物 對於人類來說是一個極為危險的地方 潘朵拉擁有各式各樣的地形 從濃密的叢林到高手的山脈 從沙漠到海洋,甚至還有漂浮在空中的島嶼 而讓潘朵拉最為特別的 是幾乎所有的生物都屬於一個極為複雜的神經網絡 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都可以連接到彼此 不需要語言就能夠進行溝通 甚至還能夠上傳或下載記憶 而值得一提的是,潘朵拉這個名字也是人類擅自取的 源自於希臘神話中釋放了人間所有邪惡的同名女人 似乎也說明了,人類總是需要靠著明確的定義才能夠了解這個世界 和追求靈性的納美人成為了強烈的對比 納美人是潘朵拉星球上的原住民 大約三公尺高的身材和人類相比十分高大 壽命卻相對的比較長 他們的骨骼含有天然的碳纖維,因此堅硬無比 皮膚則是帶有線條的電青色 納美人擁有和人類相當的智能 也具備完整的語言能力 雖然沒有正式的文字,但證據顯示他們會使用符號 科學家們認為納美人是單一的物種 但其實他們根據所居住的環境,演化出了不同的牙種 例如在第二集預告裡出現的馬哈伊納族 就因為一寒而居的生活型態而演化出了類似海中生物的四肢和尾巴 膚色更為綠一些,眼睛也是藍色的 在第一集裡我們看到,納美人的生活型態主要是以狩獵和採集為主 也擁有和人類舊石器時代相似的科技 但隨著人類來到潘朵拉,納美人開始接觸甚至採用人類的科技 也在預告裡看見了他們進入了類似工業的社會 而我們覺得這個文化改變帶來的影響和衝突 應該會成為續集裡相當重要的一條劇情線 納美人的文化十分靈性 認為所有的生命都是息息相關的 而這一切的核心是一個叫做伊瓦·A瓦的神奇 它維持著潘朵拉的平衡 並會指引著生命在結束之後回歸到源頭 而根據上述的說明 潘朵拉星球上有一個串聯了所有生命體的神經網絡 因此A瓦很有可能就是納美人對於這個神經網絡的擬人化 如果把潘朵拉想像成是一個生命體的話 那A瓦就是這個生命體的意識 在納美人的信仰裡 所有的生命都有兩種形態 肉體與精神 當肉體死亡之後 他的精神或是靈魂 將會回到A瓦那裡 然後重生成為新的形體 並一直循環下去 因此對納美人來說 所有的能量都只是戰時借來的 終有一天會回歸到A瓦那裡 雖然A瓦沒有實體 但還是會有某些特別具有靈性的地方被認為是聖地 例如第一集曾經出現過的《靈魂之樹》 在那裡 納美人可以和祖先們的意識交流 甚至還能透過特殊的儀式 讓人類的意識轉移到Avatar身上 由Sam Worthington所飾演的Jack Solly 是整個系列的第一男主角 原本是一位海軍陸戰隊員的他 先是經歷了半身癱瘓 又得知了哥哥的死去 雖然得以來到潘朵拉 一開始卻只被當作是個替代品 科學家們認為他是一個不學無數的累贅 軍方則希望他當了雙面間諜 唯一不帶條件真正接納自己的 反而是那群被認為是野蠻人的納美人 諷刺的是 當他好不容易和納美人建立好關係之後 兩方爭相想獲得他的效忠 也因此讓捷克陷入了要背叛人類 或是背叛納美人的天人交戰 在第一集的最後 捷克選擇站在了納美人這邊 擊退了萬惡的財團 也透過了意識轉移 徹底放棄了人類的肉體 並且和心愛的納美公主Natiri結為典禮 成為了組裡的領袖 作為人類與納美人的橋樑 捷克最大的心願 當然是讓兩個種族能夠和平共存 但即使利益良善 人類的許多價值觀 對於單純善良的納美人來說 還是十分危險 光是我們在預告裡看到 越來越多的人類科技 被引進到納美人的生活中 都有可能會複製 當初人類破壞地球的慘況 而這些深遠的影響 很有可能是只有在軍隊中生活過的捷克無法預測的 另外在第二集的預告最後 捷克對著妻子說 這個家庭是我們的避風港 是否是在暗示本身就不是純種納美人的他 將會面臨超出他能力所及 導致妻子散的重大危機呢? 在阿凡達的世界觀裡 未來的地球因為人類過度開發而荒廢 使得人類得要向外探索 尋求類似像潘朵拉這樣擁有豐富資源的星球 一個比政府更有詮釋的組織RDA 也就是資源開發管理總署 因此崛起 他不只富可敵國 甚至還擁有能夠侵略外星球的軍事力量 而他們在潘朵拉看上的 是一種叫做南德素的超導體金屬 一開始為了形象 RDA並沒有直接採取武力 而是委託科學家成立了阿凡達計畫 藉由提供當地原住民納美人 各式各樣的資源 例如教育和醫療 試圖用和平的方式換取開採權 但隨著RDA對於礦產的需求越來越急迫 加上納美人出於保護家園的抵抗 最後演變成第一集中的慘烈戰役 在第一集的最後 大部分的人類在戰敗之後遭到驅逐 只有少數資源的人類留下 和納美人開始了和平的共存生活 但是貪得無厭的人類絕對不會輕易放棄 因此第二集勢必會有捲土重來的人類再次侵犯潘朵拉 而有備而來的他們 肯定會帶來更具破壞力的武器 更激烈的衝突一觸即發 在第一集於2009年獲得了極大成功之前 20世紀影業就已經宣告 阿凡達將會推出更多的相關作品 一轉眼13年過去了 續作《阿凡達水之道》終於要在2022年底上映 而更讓人感到興奮的是整個系列的幕後推手James Cameron表示 除了《水之道》 他已經發想好了另外三部續作的故事 換句話說 接下來我們至少將會再看到四部以上的阿凡達相關作品 而根據目前得知的資訊 包含《水之道》在內的四部續作 都將環繞在Jack Solly和他的家族 並且會涵蓋第一集中所觸碰到的各種議題 也會對曾經出現過的角色有更多的描述 甚至有消息指出 到了《阿凡達3》 故事還會延伸到半人馬星系的其他星球 而依照目前的規劃 每一部續作將會以間隔兩年的節奏上映 也就是,要是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將在2024年看到《阿凡達3》 2026年看到《阿凡達4》 跟2028年看到《阿凡達5》 除此之外也有傳聞指出 James Cameron曾經發想過一個發生在第一集之前35年的前傳故事 不知道我們這輩子有沒有機會能在大螢幕上看到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進戲院欣賞全面升級過的重印版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人生遺片